金蛋,為什麼說它是金蛋呢? 拿反了嗎? 喔,沒關係,這個是等一下才要出來的 這是財團,這個是我們的財團金蛋 為什麼說它是金蛋 因為它真的是金子做的 它以後要蓋百貨公司 它以後要蓋觀光飯店 辦公大樓,還有隱城 所有的東西都是要拿來賺錢的 包括那一個蛋 是棒球運動租不起的蛋 所以為什麼大家叫它做財團金蛋 那這顆金蛋,大家要不要? 不喜歡嘛,對不對? 不喜歡我們應該怎麼處理這顆蛋呢? 就交給我們的死神吧 可惡的巨蛋 讓我們的死神把這個巨蛋弄到滾蛋 撞破這個大爛蛋 大家一起把這個大爛爛給扯爛 我們不要財團金蛋 我們要森林公園 非常感謝我們的死神,辛苦了 今天只要我們把這個蛋扯破 這個蛋裡面會重新長出一棵美麗的大樹 會重新長出一座美麗的森林 這個森林將會帶給我們新鮮的空氣 新鮮的水 還有美麗的生態 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 大家一起來把這一顆蛋敲破 讓我們這裡可以重新長出新的大樹 讓我們這裡可以重新變成一座森林公園 50年後這些樹都會變受保護樹木 50年後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就可以在這塊土地上快樂的生活 快樂的長大 希望我們臺北市民可以擁有一個永續 擁有一個快樂優質的生活品質 需要更多人來努力 今天雖然是走到松山煙場 看起來好像是針對大巨蛋 其實不是 我們松煙反巨蛋走了五年 這五年我們很少 就是我們幾乎是跟政治切割 我們不會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針對特定的候選人去進行攻擊 這五年來 我們真的是用理性論述的方式 去參與這一個案子 可是五年到現在了 理性論述其實我們準備要結束了 因為跟市政府講理是沒有用的 這是我們的心情 所以雖然今天松煙 也許是我們針對大巨蛋案 最後一次走上街頭 可是這會是我們全台北市 守護綠地運動的第一個開始 未來我們要守護的不只是松山煙場 我們一定會把這塊地搶回來 我們還要搶二零二兵工廠 我們還要搶廣池博愛院 我們還要搶陸軍保修廠 甚至空種我們也可以把它搶起來 我們相信台北市的這些大型的公有土地 都應該保留下來做森林公園 森林公園不嫌多對不對 對 不要森林公園 不要商業巨蛋 不要商業巨蛋 我要森林公園 不要商業巨蛋 綠地不要BOT 綠地不要BOT 別用綠地 別用綠地換水泥 好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還記得我們剛剛